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有人在大公司里上班 或者是你经常开新闻的话 你大概就知道 有非常非常多很有名的大公司 他们在最近几年呢 都开始实行一个议程 叫做DEI 那这个DEI议程是什么呢 DEI嘛 大家就知道多元平等和包容 那这个说多元平等和包容 那反正就是搞一堆LGBQ的人嘛 还有什么那个按照肤色 反正就是个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个议程 那这样呢 他们这个DEI的议程里面 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招聘 原来招聘 你是白人呢 不要不要不要 你是亚洲人啊 不要不要不要 我们要什么呢 我们要黑人 我们要拉丁裔 然后我们要 你不男不女啊 太好了太好快来 所以他们招聘呢 是按照这种的标准去招聘 而不是说你的能力怎么样 那么包括员工培训也是如此 公司要有员工培训嘛 多长时间要有一次 那么员工培训里面呢 他们就会包含DEI的这个东西 还有他们会控制 整个公司里面 LGBTQ员工的比例 而且他们还会在公司里面 成立DEI的监管部门 培训这个方面啊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每一间公司都在做 然后每一间公司 就会特别开了一个部门 然后呢 在那边讲说 他会弄一个厚厚的一本 就是说什么 你要怎样变得更多元 你要怎样变得更平等 对对对 然后呢 你说话的时候要怎么说 你写email要怎么写 好麻烦啊 对对对 说什么Z啊 Zer啊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你对别人要怎么称呼嘛 对对LGBTQ的人 对对对 然后你每次在写之前的时候 你要说什么 你要先介绍自己 说哦 我是Ethan 然后我的性别代词是 He him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的 全部都在这个里面 包括你要怎么样讲话 包括 我看过那一本东西 很可怕 很恶心 而且很厚一本 然后他们会规定 每一个员工都一定要参加 如果你不参加的话 你就是不包容 你就是不多元 你就是不平等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议程 在这个地方 对就是这个议程 当然也是带来相当糟糕的后果 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航空公司 DI的后果 对不对 怎么飞机轮子掉了 对对对对 然后出了很多的安全上面的问题 事故 对然后 当你一个公司 你不是以说我要最好的人才 因为那个人最好 然后最胜任这个工作 所以说我雇用他 反而只是因为他的肤色 因为他的出生背景 甚至就是他喜欢男的还是女的 或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男的女的 而雇用他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很多 很奇怪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航空公司就是个非常好的例子 这是一个 人命关天的行业呀这是 对 你这搞了一个不怎么会开飞机的人 哇那整个飞机掉了死多人呢 对 就是他们不在乎任何其他人的看法 他们觉得说 甚至是生命 对 他们觉得就是只要 多元包容 平等就好了 所以呢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我们知道 不管是你开一个小企业也好 或者是一个大公司也好 其实大家主要的目的就是盈利嘛 对不对 就我开这个东西 我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赚钱的话 在我手下这些人 他们才有工资领 然后我也可以赚钱 然后养活我的家庭 大家都是为了赚钱 可是呢 为什么公司突然要花一大堆的时间 去搞这个什么多元平等包容 就你本来没搞之前 大家也是多元平等包容的 然后你搞完之后 反而变歧视了 然后产品也做跑 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 去搞这个东西 代价是不是付出有点大 那么在公司里呢 他们去搞这些东西的原因 他们是要为了符合 一个基金会的标准 这个基金会呢 叫做HRC 叫做Human Rights Campaign 人权基金会 这相当于是一个组织了 也就是说你公司呢 如果加入到这个组织里头 这个组织会按照你 就是你必须要实施DI了 你实施完了之后 人家还有监管 人家要给你评分 你分数越高 怎么样呢 当然就是有利益方面的好处 你分数越高 你贷款就越容易 而且越有大型的那些 左派投资的公司 会给你们这些公司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 好像这种东西就像一个癌症一样 它就不断不断的扩张 然后你会感觉 明明就这个东西 对这个公司的销量也没有帮助 它一个是吧 你一个卖饼干的 你搞这个什么多元平等包容 不会让你的饼干卖的更好 也不会让你饼干味道更好 或者是航空公司 你搞这个的话 只会让你的事故的这个方面 隐患会增加很多 为什么要搞这个 为啥 因为他们其实搞了这个之后 他们抱有一个幻想 他们就说这样的话 可以带来更多的好处 也就是算一算 我从他们这边拿来的钱 其实比我们营业额还要高 我们可以拿到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好像并不完全需要消费者 去购买他们产品了 他有点爱搭不理了 就是是不是 那个今天你对我爱搭不理 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 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 所以他们呢 可以毫不掩饰的 将自己的产品 跟那些DEI去挂钩 将自己的产品 跟那些LGBT挂钩 即使普遍的大众 都对这个东西非常的反感 那他们也毫不掩饰的去 暴露 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他们不害怕消费者的抵制 因为他们认为说 我们钱财的来源 其实并不是来自贩卖商品 但是 现在情况发生了转变 那下面呢 就是来自一个非常左派的媒体 Axios的报道 它这个报道里头是这样写的 福特汽车今天证实 在右翼活动人士的压力下 它是最新一家退出人权运动平等指数的公司 这个福特首席执行官的James Farley 他在给员工的写的这一封公开信当中就表示 就说我们这个公司啊 我们就退出了这个什么人权的指数 退出了DEI的这个游戏 而且我们不会参与 就是其他各种评选 什么最佳工作场所啊 什么公司的那些榜单 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参与了 而且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退出了并不代表说 我们不尊重了 不包容了 我们退出了之后呢 说我们福特汽车公司呢 仍然会营造一个以尊重和包容为基础 而且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尽最大努力的工作的环境 那么除了福特汽车之外呢 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大公司啊 像哈雷机车 骑摩托车 很多男生非常梦想中拥有一台摩托车 那个摩托车就是哈雷版的一个摩托车啊 哈雷摩托车的公司 还有威士忌酒的公司Jack Daniel 他们也宣布说 我们不再参与这样的一个评分 我们也不再参与DI的议程 那么据报道呢 还有另外一个公司 大家都非常熟悉 尤其是你特别热爱园艺这样的人啊 你会非常熟悉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叫Lowes 他有点跟Home Depot差不多 还卖很多花 很多土 卖很多树 还有那个建材的公司啊 他们也退出了这个DI的评分系统 以及农民们非常熟悉的农业机械公司 生产耕田那种大拖拉机的那种大车的公司 John Deering啊 还有呢杂货商店 Tractor Supply 他们也都宣布相继的退出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这些公司这样子退出 因为之前我们的新闻报导 而且我们两个也讨论过 其实还蛮多次的 就是DEI这个东西代表什么 就是他们不用在乎你的钱 你要不要买东西 是你家的事 OK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一个品牌形象就好 我们只要品牌形象够好 只要我们品牌形象好到这个HRC这个组织 认同了之后 OK 他们就会给我们钱 BlackRock就会给我们钱 State Street就会给我们钱 Wall Street这些投资者就会说 你这个地方 你很多元 你很包容 你很平等 你看这个HRC的分数你多高 好就你了 索罗斯会带来一堆人 把钱丢到你的公司里面 各位可以想想看 就是现在经济都不好 然后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没有工作 找不到工作 然后很多仓库也在那个 但是你去看 就至少我们男家这个地方 到处都有大型的仓库 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拿到这个钱了之后 他们就可以做更多的投资 然后做了更多的投资之后 他们就可以增加的营业额 然后增加他们的公司的规模 各方面的东西 就是他们觉得 你的钱其实没有什么用 你只是要看他们的一个品牌形象而已 而且你看他们品牌形象还不是重点 而是Black Rock State Street 他们的这个看他们的品牌形象才是重点 因为他们才是钱的来源 所以说这个这几间公司退出来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例如福特汽车 福特汽车那个广告 我本来要报的 我本来要报道 就是一台 你知道福特汽车的就是 它那个广告是一个卡车 然后在Pride Month的时候就今年 卡车一个F150的东西 啪啪啪啪的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啪都是沙子啊 然后不怕脏这样子很男人的一个 然后突然经过一滩水 这样子 然后就叹 就叹成一个六色彩虹旗 六色骄傲旗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说Pride Month 这个样子这个样子 然后就是 不是哪个gay会买这种车 哈哈哈 你买这种车的全都是那种粗糙的大老爷们 大老爷们一看上gay都哎就这样 你的顾客到底是谁 你输入群体到底是谁 你都想要卖什么东西 然后刚刚那几家公司 Jack Daniel 威士忌公司 很男人的公司 哈利利菲森 很男人很男人的公司 很少有女生会说说 或者是很gay的人会说 哦我就是要 其他 好重哦拿不动 好大声 好吵好吵好怕 反正就是 他们现在看到了 就是 他们不能靠State Street Black Rock 来维持他们的生意 他们必须要在乎的是 各位 是每一个消费者 我们的钱是有用的 经济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的钱不是 他们这些State Street 跟这个Black Rock 跟这个联储会 一直印钞票 然后住这个美国国债 让美国国债一直提高 然后这样子 这个样子 创造出来 无中生有钱的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消费 我们需要去买他们的产品 很多的人抵制 这些公司 福特汽车 那个股价下滑 下跌 然后什么油电车 卖不出去 什么都 他们开发什么都没有人要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间 那个广告 你明明是要 给一个 卖一台卡车的 结果你就是要去 搞个LGBTQ的东西 很少男的会觉得说 太好了 我就要开那一台 对 哈雷机车也是 大家要不然就是不在乎 反正你就是这样的广告的idea 你会 你到底会吸引什么样的客户 你会让谁一看就 哇 我好想要 就 不会吧 对 你可以想象一个全身刺青 然后呢 穿皮衣 然后留大胡子 哈利·Davidson的这个 然后头上绑个bandana 戴个太阳眼镜 上面还美国国旗的 然后 会因为 哈利·Davidson支持LGBTQ 然后去特别买机车吗 我觉得他这样只会把自己的顾客给赶跑 对 因为你还有其他很酷的机车 不光是你哈雷 机车有酷的机车 别人机车也有很酷的机车 一看就 哎呦 你怎么搞这个啊 我不买你的 我买别人的还不行 你如果gay的话 像什么 Vispa 那个意大利品牌 那种小的那种 我觉得 他LGBT文 但是哈雷机车 我觉得真的就 反正就是 现在可以发现 他们是在乎消费者的 他们是在乎他们的客户 他们是在乎我们的 而且他们必须要在乎我们 他们想要塑造出来的品牌形象 他们想要塑造出来这个东西 其实 对他们的公司是没有帮助 而且是让他们公司赔钱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会反 开始反DEI这个样子的行动 对 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抵制这些公司 这些好的公司已经转过来的 我们可以开始买他们产品 我们就去支持他们 然后就是让他们从他们的收入上面可以看到说 嗯 我们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 OK 我们改变了之后呢 我们认罪悔改了之后呢 诶 我们被消费者接纳 好 大家要是有想买车的 快去买福特汽车哈 对对对 有想买摩托车 摩托车就算了 好吵哦 哈哈哈哈 不是我老感觉摩托车太不安全 我觉得还是最好别开摩托车 酒 酒也别喝了 大家要是有social media 就上个给刘留言说 你们干的挺好 但是希望你们可以转型卖饮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总之 现在在美国 绝大多数的公司 还是 就大公司 还是在 DEI的系统里面的 还是在这个HRC的系统里面的 这个是个阶段性的胜利 而且我们一定要继续 我们不可以乱花钱 我们本来就不应该乱花钱 不管有钱没钱也都不应该乱花钱 对对对 我们更不应该花钱 包括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花在 很糟糕的公司上面 我们 要持续的抵制 那样的公司 因为那样的公司 很多公司其实 你说他真的在乎 DEI吗 不是 但是他想要 State Street 跟BlackRock George Sorrell的钱 对 他们想要的是那个东西 他们会觉得说 其他的东西 我又要做产品 我又要开发 我又要请人 我要销售 我要打广告 这东西全部都是我要做的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我不就 弄个 DEI部门 然后加入到这个里面 然后呢 在上面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 然后拿BlackRock跟State Street的钱就好了 这是一个非常松散 而且非常容易 人家会觉得说 不拿白不拿 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只是成立一个 DEI部门在我公司里啊 我又不一定一定要follow 但是就是 就在我公司里就好了嘛 所以说我们现在绝对不可以松懈 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抵制 还没有放弃这个 DEI 这个议程的公司 因为真的是太邪恶了 美国今天会变成这样子 美国大学会变成这个样子 美国的学校会变成这个样子 加州的政府会变成这个样子 美国的军队会变成这个样子 其实全部都是因为 DEI 所以说 现在有这些公司 而且是大公司 大型的公司 福特公司 一个最能代表美国的一个性质的一个公司 Henry Ford 很努力的创造这个公司 然后呢 让大家都有车子开 创造了汽车的生产线 一个美国的Innovation的一个公司 哈雷汽车也是 Jack Daniel也是 都是很百分之一百标榜着美国 然后我爱这个国家的公司 之前都被DEI 这样子荼毒 然后现在他们愿意翻过来 我们希望美国有更多的公司 可以跟这些公司一样 对 而且呢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Mantality 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要松懈 然后不仅是不要松懈 我想说 不要觉得没有用 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 很有用 好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 我们需要Boy Cut这些公司 就是我们看到新闻 然后我们觉得这些公司 很坏很坏 很糟糕 很糟糕 但是其实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还是继续购买他们的产品 我们知道他们不好 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购买他们产品 那你说 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知道了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知道说 星巴克 他是会拿 会支持员工 比如说员工需要堕胎的话 他会说 你飞到外州去 怎么怎么样堕胎 他们的公司是会给他们掏钱的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就不买星巴克喝 我们也告诉其他的基督徒 不要喝星巴克 那么当有人知道说 说星巴克这个打折 说什么什么 那个什么买一杯送一杯 什么 然后买一大杯 只要多少多少钱 什么什么的 很便宜 大家快去买呀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是基督徒 你不要买星巴克 我说原因是什么什么 我就把那个新闻 上网找给他看 然后截图给他 然后那个人马上就说 对不起 说我再也不买星巴克了 我再也不喝了 你有这样的反应 但是还有人的反应是 so 就那又怎么样 就 我就喝星巴克 不大家都喝吗 这个他们做的饮料 又好喝又好看 我就是喜欢的 我就就代表一种什么潮流 我走到哪里 那星巴克很方便的 我就开车进去买 我就是喜欢的 我就想喝 你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 那之前也是 我没有报道过 Planet Fitness 那个星球健身房 星球健身房呢 有男人 进到女人的更衣室里面 因为他说他自己是女的 但是他也没有做手术 到没有 他就是个大老爷们 他进去 在一个12岁的小女孩面前 脱裤子 在这里 然后这个就被报道出来 那我是有那个健身房的 会员卡的 所以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给我们家附近的 这个打电话 之前有做过节目 我给他打电话 我说那你们 是否允许 就是这种人 这种说自己是跨性别的 什么男人可以进到 女人的更衣室吗 他说耶耶耶 说是啊 说因为这样是多元平等 他们是支持 所以我就 我就把那个健身房的 会员给退了 因为我虽然钱不多 一个月就十几块钱 但是我也不要支持他们 因为我给他们钱了 就代表说OK I don't care 你们做这种事 我不在乎 你说他们真在乎 我这十几块钱吗 或许他们不在乎 但是这是我的态度 而且我不愿意 让我的钱去到那里 那同样的 之后有个人问我说 你平时有健身吗 我说我原来有买 那个Planet Fitness 但是我就把这个事情 给他讲了 我说我不要去 我说你是那里的会员吗 他说我是啊 但我给他讲完了之后 觉得说 那又怎么样 他觉得我们是神经病狂热的基督徒 对 他就说 哎呀 不会发生吧 哎呀 不能吧 什么什么的 你能不能会不会你看新闻吧 新闻都在那里了 对不对 那你说 既然他们也不会拦阻 那有一天有个男的进去 那他就是会进去 就是会被小女孩看到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行为 或许只是几块钱 或者是十几块钱 不要小看这样的行为 然后也不要觉得 说我这样的坚持有意义吗 就是你看那个你都boy cut 也不知道这个抵制 到底要抵制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可乐我还是想喝呀 星巴克我也想喝 什么时候我也想喝 找个替代品 找个替代品 星巴克他就卖饮料嘛 对不对 卖咖啡卖抹茶嘛 你可以不喝星巴克 你可以喝其他的嘛 对不对 其他的那个 也有其他奶茶店 或者有什么什么 就是local的这种小店 你如果非得想喝 你不要送钱给星巴克 你可以找同类型的 替代的商品去使用 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如果说 你看像那个星球健身房 感谢主 我还记得 我上次我们出那一集节目的时候 下面就正好有个人留言 就说我就是要办健身房 他说我正在考虑说 我要不要办这家健身房 他说感谢主 我看到你们节目 我不考虑这一家了 然后他就给 另外几个健身房都打电话 他爱个打电话 他说你们有没有这种的 那个policy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制度 人家说如果说有的 说跨性别可以去到 那个相反性别的 他都不办 就有一家就说我们没有 没有我就办你的 就这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有用没有用 就是作为基督徒来讲 或者作为一个爱国的人士来讲的话 我们不能用这种方式去助长这些公司 为非作戴的行为 对吧 就好像很多政客 我们上次请到灯红律师也讲 很多政客 他们上去就胡作非为 为什么胡作非为 他就说你们不知道我投票基督 对 他们觉得说 你们不会去查 你们不会去查 就是我干了什么坏事 你们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会继续投票给我们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掩藏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 没有不露出来的 当我们看见这些被掩盖的事 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马上必须要做出我们的选择 不管是几块钱 不管是十几块钱 或许你感觉金额不大 但是我们 你要相信 绝对有用的 只要有十个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一百个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他们会肉疼 他们会心里难受 他们会看到 这些消费者对他们的惩罚 因为他们的想法是错的 而且他们的想法是坏的 所以我们必须 必须要坚持 不可行马克就不可行马克 没什么大不了 但是呢 还有个更可怕的事 就是给大家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上去看 你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公司 加入了这个DEI评分的系统 里面随便看一眼 一大堆认识的公司 而且不光是认识 而且我们的确有在使用 他们的产品 比如像亚马逊 Amazon 会员一年一百多块钱 大家都知道他们很坏 好讨厌 可是怎么样 可是他 太方便 他太方便 他真的太方便 对不对 Apple 苹果公司 大家拿的都是iPhone 电脑说实话 真的就是我用过来 就是苹果电脑最好用 其他电脑呢 就是老坏 然后也不打地 我使用过的感觉都不太挺好 但是人家就是产品做的 的确是挺不错 可是他们就是加入这种DEI 所以呢 大家可以进去来回翻一下 看一看 有多少的产品是在 有多少的公司是在这个里头的 我们尽量尽量的寻找可以替代的公司 就比如说我们说星马克 不喝就不喝 不喝不会掉块肉 我喝别人就完了 对吧 就是我们尽量的去找同类型的 我们可以替代的公司 然后这些在上面公司 我们尽量不要使用他们的 而且真的你少用这些公司的产品之后 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建造你自己的人生的 像我家停止用那个Netflix 跟那个Disney Plus的之后 很多人会说就是 哦没有啊 我看 但是我没有付那个钱啊 就是别人的账号 别人办了 然后给我看了 哦 不要 我家就是 我家两个 我没有办那个Netflix 我也没有办Disney Plus 我那时候Netflix是 那个好像什么 是ATN 还T-Mobile 买那个 每个月通话费 然后他会送那个Netflix的那个会员 哦 那后来我就 我就不用 不用就是不用 T-Mobile我也停掉了 我现在用了那个叫什么 PureTalk USA 啊对 那个就是DailyWire上面推荐的 爱国者的品牌 虽然有的时候信号不是那么稳定 它是有一些缺陷 不过没问题 就是 没问题 我们给它时间成长嘛 对不对 它绝大多数的99.8%的时候都是好的 你不要光看在0.2%的时候 呀 然后没有Netflix 没有 Disney Plus 你的人生会更好 呀 哈哈哈 呀 会 真的 真的 我再也不用看 而且我再也不需要管说我小孩 在电视上找什么东西 因为电视 就就没上面什么都没有 电视上面的东西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说你从电视里面能学到什么知识或者什么 也有了 但是取决于你看什么东西 但是我觉得真的人生的时间非常宝贵 我想各位年纪越大会越体会到这一点 我年纪小一点的时候还感觉说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浪费 现在越来越觉得说怎么一天就这么几个小时啊 然后人睡觉还要站去好几个小时 事情非常非常多 每天时间都不够用 每天时间都不够用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 然后我们有很多时间去享受我们做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傻傻呆呆的坐在那里看没有营养那种肥皂剧 真的就是看几个小时 我们被那个东西捆绑 它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而且这个东西在天上不算数 对 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 生活很美好 家庭很美好 多花时间去好好跟家人在一起享受 如果你家里有院子的话去种菜嘛 对不对 种菜除草 多做一做家务 然后跟家里人在一起读经聚会 小组的聚会 教会的服饰 太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 现在选举季到了 去跟你那个身边的这些爱国者 我们一起去做选举的活动吧 太多事情都能做了 只是时间不够用 所以你像这种什么Netflix啊 或者是Disney Plus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比较容易可以把它剥开 就是不要去看这些 因为事太多了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 就是这个网站 你就看看说 哎呦 往下咕噜咕噜 说哎 这怎么 哎呀 这么多眼熟的公司啊 哎呀 这些公司我们都在用啊 那就是可以花一点 时间啊 跟家人一起看说 哎 大家出出主意 说这家公司 我们可以找什么东西去替代 我们可以尽量不使用他们家产品 然后我们去看看 另外一家 他们做的也不错 我们可以去支持他们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 这个想 或者你已经找到什么公司 可以替代什么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 让我们知道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太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